快速采集地图上的湖关琳兰 点位先给大家准备好 如果没有做任务的宝姿 一共就可以拿63朵 不够那就去别人家溜达一圈 首先你要准备好跑图角色 在湖中垂柳附近 从下面的锚点传送过来 往北边走 来到湖边围着湖要一圈 一共可以采集到24朵 有一些隐藏在旁边的松树下面 大家看清楚一点哈 接着去右下角的锚点 这边同样有一个小水池 要一圈可以搞到三朵 接下来我们去幽兰尼亚湖 我们先去传送锚点 我们来到瀑布旁边 可以采集三朵 接着转身往后沿着湖边走 又可以采集到两朵 然后我们去到湖对面 限时挑战旁边有三朵 继续沿着湖边走 还可以采集到三朵 接着我们往回走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河流 河岸两边一共可以采集三朵 去尼亚湖下面这个位置 同样有一个小水池 要一圈可以拿三朵 去尼亚湖左边的锚点 锚点附近有三朵 去幽灵雾道这边的锚点 直接往前走 这里就有两朵 你的身后对面草地上 也是有三朵的 我们爬上这个小坡 往前走一点点 又能拿到两朵 接着视角微微向左 直走这边还有两朵 然后我们去右上角的锚点 来到这个水池旁边 可以看到两朵 接着我们沿着旁边的小道 找到第二个水池 在石头旁边有一朵 接着我们逆时针围着湖边走 还可以采集到三朵 总共可以拿到63朵 如果不够 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好友的世界 如果实在找不到 那么你还可以完成 伊犁耶的野精灵系列任务 揭取地点在这 复苏完全流周围会新增20朵 我们还可以用洗澡 找这个NPC购买 那么你已经抽到水神了吗 能够 order 闭光